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疲劳或腿部沉重感不适 休息一晚后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最近小腿突然出现疼痛 行走困难 张先生这才急忙来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萧光辉就诊 原来是静脉曲张 并发了下肢急性静脉炎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萧光辉给张先生做了微创手术 术后效果良好 住院几天就康复出院了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在生活中 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比较瘦的人 他们的四肢暴露出一条条可怕的轻筋 所以人们就认为是这个人缺少脂肪才导致身体的筋暴露出体外 事实上 暴露出体外的这一条条的东西并不是筋 它们是人体内废物机制过多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 人体的血管有静脉和动脉之分 人体通过动脉把心脏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通过静脉把血液回收到心脏 当静脉血液回流受阻 压力增高时 青筋常常在人体表面出现凸起 曲张 扭曲变色等反应状 如果身体中有各种淤血 弹湿 热毒 机制等生理废物不能排出体外 就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都发生障碍 此时在脸部 腹部 脚部 特别在手掌和手背的青筋就非常明显 所以 青筋就是人体的机制 身体内的废物机制越多 青筋就越明显 一般几天不通便的人 青筋就特别明显 这三类人常常青筋突起比较明显 一 皮肤白 体型瘦的人 体格偏瘦 意味着皮下脂肪较少 因此 静脉血管更易凸显 而皮肤白的人 皮肤的透光性会更比较好 所以 血管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来 二 经常运动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运动量较大的情况下 四肢需要更多的攻血 因此 动脉血流增加 同时 静脉血流也会相应增加 由于静脉壁是相对松散的结构 长期的大血流量会把它们称得更粗 更长 于是 青筋就更为明显了 三老年人 由于年龄较大 脂肪萎缩 皮肤也会偏薄 此外 肌肉的萎缩降低了对静脉的支撑和限制作用 这就使得青筋明显隆起 事实上 根据青筋的分布 我们还可以判断出不同的病情 胸腹部青筋 一 胸腹部有青筋 应注意乳腺增生 二 如果腹部这个地方有青筋 且比较暴突 极俗话说的青筋过度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机制 一般是肝硬化的标志 手部青筋 手背青筋 暗示着腰背部有机制 容易导致腰肌劳损 疲劳乏力 常见现象有腰酸背痛 甚至出现肌肉紧张 硬节节 一 手指青筋 小孩手指青筋 提示肠胃机制消化不良 成人手指青筋 不但提示消化系统有问题 还反映了头部血管微循环障碍 脑血管供血不足 头部不适 严重者会出现头晕 头痛 中风等 二 手掌青筋 手掌到处可见青筋 表示胃肠机制 血脂高 血粘稠 血压高 血液酸性高 含氧量低 血液容易凝聚机制 容易出现头晕 头痛 疲倦乏力 身体虚弱等 头部清筋 一 当太阳学清筋突起时 往往提示头晕 头痛 当太阳学清筋突起 扭曲时 表示脑动脉硬化 紫黑时 则容易中风 二 鼻梁有清筋 提示肠胃机制 容易胃痛 负胀 消化不良 大便不利 提示 如果是紫色时 则情况更加严重 三 嘴角塞下有清筋 往往提示腹科疾病 代下失重 疲倦乏力 腰膝酸软 下肢风湿 下肢清筋 静脉曲张 关节炎 一 膝部清筋 提示膝关节肿大 风湿性关节炎 二 小腿有清筋 多是静脉曲张 此病严重者往往发生腰腿疾病 风湿关节痛 那么 清筋爆起该怎么治疗呢 如果发现了上述部位的清筋爆起 那么 首先要明确病因 脖子上的清筋 针对性治疗心肺疾病后 往往可以好转 下肢静脉曲张 早期的可以通过抬高腿部 使用弹力袜等加压方式控制病情 但到后期 则需要通过静脉消融或手术的方式改善症状 而对于精索静脉曲张 必要时需要通过静脉结杂术来解决问题静脉 如果并没有发现清筋爆起 要及时预防 由于烟酒容易增加血栓 静脉炎等疾病的风险 会破坏我们的血管 因此 戒烟 减少饮酒是预防清筋爆起的重要手段 此外 避免久战或过度锻炼 别给静脉太大压力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静脉安安静静 不张扬地陪伴我们尽可能久的时间 总之 人体任何地方出现清筋 不但影响外表美观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身体肺无机制 七个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建议 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发生呢 小关提醒大家做到以下几点 一 日常休息时可垫高下肢 必要时按摩腿部 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 二 避免常时问站立或保持一种坐姿不动 坐时尽量少敲二郎腿 常做抬腿和勾脚运动 勾脚可以使小腿肌肉收缩 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 可每隔一小时就活动几下 三 避免高温 高温可使血管扩张 加重静脉内血液淤质 静脉曲张的患者在温水淋浴时 常常出现明显的下肢沉胀感 这是因为温度升高引起 小关提醒 静脉曲张患者千万不要用热水泡脚 泡腿 下肢静脉曲张多半有小腿困沉 乏力不适 很多患者以为劳累引起 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脚 想通过泡脚解除疲劳 反而泡脚后小腿憋胀感加重 肖光辉主任指出 下肢静脉曲张的主要病因是静脉回流障碍 泡脚时小腿和脚部温度的升高 小腿静脉扩张 反而加重静脉回流和下肢充血 使病情加重 很可能脚越泡越重 因此静脉曲张患者千万不要用热水泡脚 泡腿也不宜用热水带暖脚或洗桑拿玉 饲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特别是散步 骑自行车等 活动时腿部肌肉收缩 可帮助静脉血液回流 运动时最好穿上弹力袜 可以有效地消除疲劳感 五均衡饮食 多食蔬菜 水果和粗纤维食物 防止便秘 避免过度肥胖 积极治疗引起排尿困难 及慢性咳嗽的原发性疾病 六 避免增加负压 不穿束腰过紧的衣裤 选择鞋跟较低的鞋子和宽松的衣裤 尽量避免穿高跟鞋 七 穿衣用弹力袜 孕妇怀孕期间可能诱发和加重下肢静脉曲张 更以考虑穿弹力袜保护和预防 穿衣用弹力袜的注意事项 首先 穿衣用弹力袜的最佳时间是在早上起床之时 因为此时腿部血管系统处于启动最大功能的状态 肿胀还没有发生 其次 穿着时必须保证弹力袜完好 平整 无褶皱 确保弹力袜的后跟与足跟位置贴合 此外 每天观察双下肢皮肤颜色 温度 足背动脉搏动等 如有明显不适 疼痛应停止使用弹力袜 及时就诊 第三 每晚睡前脱掉弹力袜 医用弹力袜不需要全天穿着 睡觉时千万要记得脱下 因为晚上 平躺 我们的心脏和我们腿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这样他们的这种净水压力就比较低 所以晚上不需要穿戴弹力袜 第四 运动时可以穿弹力袜 弹力袜不会导致血液不通畅 反而穿了弹力袜以后 血液回流会更好一些 医用弹力袜自下而上的对下肢静脉产生循序递减的压力与外部压力 抵消各种原因所导致的静脉压力增高 促进静脉血液回流 改善局部皮肤营养不良 减轻水肿 预防溃疡形成或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 医用弹力袜的保养 医特别注意在穿或脱弹力袜时 不要让钻石或长指甲刮伤弹力袜 二 请勤俭手脚指甲 在干燥的季节要预防脚后跟皮肤裂 三 此外还要经常检查鞋内是否平整 防止杂物造成弹力袜不必要的磨损 四 洗涤要用中性洗涤剂在温水中水洗 不要激洗 不要凝干 用手挤或用干毛巾吸除多余的水分 于阴凉处晾干 物质于阳光下或人工热源下晾晒或烘烤 无多被几双替换使用 可延长弹力袜的使用寿命 要让青筋消失 关键是平时要学会给身体排毒 肝脏是重要的解毒器官 如果把各种毒素转变成无毒或低毒物质的进程 怎么排毒最好呢 养肝就是养命 让身体干净的四大法宝 一 李时珍推荐排肝毒食疗方 菠菜猪血汤 二 凭肝散瘀 解毒易军 食醋为佳 三 提高肝脏抗毒素能力 枸杞不能少 四 按压肝脏排毒药学 药学指的是太充学 方位在足备榜首 二指骨结合不知前的挖线中 用拇指按揉三至五分钟 感受到轻微酸胀即可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要两只脚替换按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